为了落实幸福农村计划 水利香农会事件会日前就在共和村举办蓝蓝的课程 邀请村内40位民众到场共襄盛举 凭希望通过活动的办理来让长辈们体验蓝蓝的热趣 我们鱼石香农会 现在鱼石山公所共同配合 一直在我们各个村里面去做各种植物染 我们希望可以借由植物染来推广了在地的一个很多的一个农特产 包括说我们之前有做过红茶染 那今天做蓝蓝 我们希望借由各种不同的植物染 给带给我们在地的社区妈妈 一些跳舞班能够不同的活力不同的感受 未来他们穿着我们这些制服呢 只要穿着出去表演的时候就会想到 农会呢跟我们在地的一个地方的结合 那更重要呢 推广我们在地的这很多作物 也可以把它试着一样一样可以融进我们的染料里面 然后把它制作成衣服很漂亮的染剂 也可以推广我们作物的一个第二个功用 因为王秋叔也到场参与 玩意愿感谢农会办理活动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活动可以让长辈们聚在一起同乐 蓝蓝的这个部分 让我们这些乡村的乡村共同来在我们的外团中心 才来用蓝蓝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之前也有来办理到我们 那些乡村的蓝色的部分 所以让这些乡村体验 就是说我们的乡村不是只能喝凉的 等来用到我们的蓝蓝色彩 食材给他不一样的这个食材呈现 其实在我们的乡村才是用我们的蓝色的染剂来做 让这些乡村来做体验 蓝蓝蓝的时候 让他能够成长的 能够了解到这些过程 将衣服绑起来再将许多东西品绑在上面 最后放进染剂中 经过一段时间拿出来 洗干净晒干后 已经属于自己的染染衣服就这样完成了 除了相当有趣以外 对于农会推动各项事物的用心 地方居民在心中也是满满的感谢 记者邱品逸 于此采访报道